天气热,吃饭没胃口,可以试试这个酱香浓郁,青椒,鸡蛋酱拌面,拌啥都好吃,酱香浓郁,香辣过瘾,超级的下饭 洗干净的青线椒,切去辣椒瓣,再把辣椒切成小段 切好后放入盘中 再准备适量的红线椒,也切成小段 切好跟青线椒放到一起 一把大蒜先用刀拍散 然后剁成蒜末 剁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碗中加入一勺黄豆酱 再加入两大勺生抽 一点点老抽 适量的蚝油 一点白糖提鲜 用勺子充分地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碗中打入四颗鸡蛋 用筷子把鸡蛋充分地搅散 搅拌好以后直接倒入锅中 把鸡蛋炒成鸡蛋碎 鸡蛋块炒得稍微小一些 炒好以后先盛到碗里备用 再次起锅烧油 油温五成把蒜末放进来 开小火把蒜末炒出香味 不要大火翻炒 那样很容易炒糊 口感是苦的 炒香以后 把青红辣椒放进来 继续翻炒 把青红辣椒炒至断生 辣椒炒好以后把鸡蛋倒进来 调好的料汁也倒进来 大火翻炒均匀 让所有的食材吸收汤汁的鲜味 翻炒个两分钟左右就可以 炒好以后先盛入盘中备用 哇 看着非常的有食欲 简直太香了 不管是拌饭 拌面 还是就馒头吃 味道绝绝子 做法还简单 厨房小白也能胜任 喜欢的话一定要收藏起来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评论转发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教程 下一个视频再见